大家平安 歡迎來到我們的日亮光 做輝術科上帝的月 如果我們如果上次來讀優漢浩音書 我們會有一個很大的疑問 那是優漢浩音書的20週 19、31週 讀起來好情緒是一本書的結束 為什麼叫加立21週 有很多學者提出很多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認為優漢浩音書的作者 會特別安排這段技術 有真重要的意義 我們這會來探討這個 心比科科的安排 在優漢浩音書第20週 記載牙縮各話的技術 但是好情緒的問答 沒有因為牙縮去到的各話 開始就團合他們的感受 我們可以了解 他們可能有一段時間 因為失去牙縮的冷藏 來試試 順序在牙縮比例之後 所有的問答都因為怕嚇來試試 差不多完全不記得 自己應該要負擔的書面 三歲是團合音 三歲是大書面 三歲是上帝國 在他們的心中早已經沒有重要 要是冠軍來得名 沒有平安比較重要 後來還有我的牙縮基督 運營軒軒 他們面白牙縮已經更加 雖然是這樣 但是那個時候 性情也不會降臨在他們的心中 所以他們內心也要是 笑馬後走走 不知道要把他打下去 所以他們大多數的人 都回到他們的故鄉 中熟過期的感受 比特跟他的兄弟 原本就在咖哩厲害 在捏虎 所以主人一人 他們就回到故鄉 要一些問答 對比特 做回去捏虎 例如 如果沒有發生 二十一種所記載 提比你害 就是咖哩厲害的這件書 我想比特跟他的兄弟 大概一四人都在咖哩厲害 在捏虎 如果是這樣 福音也不可能傳出去 我們人類的歷史 有的改變 所以怕紀廟書的項目 還有一遍 概念他們的審命 幫助他們 等到書名中間 所以又和福音書的作者 又補充這段記載 目的是讓我們可以明白 要是用另外一種方式 來鼓勵 實質的問答 讓他們可以回轉 回到福音的時間 上面 我們來看圣經的記載 比特跟其他會樂的溫度 他們開很多的精神 不可以歸沒了 要是沒有捏到 看不會是 這種情境 好清楚 在大陸看見 對 就是亞蘇第一 佛調比特的時 我們人們從 五到福音書第五週 第五週 第一到第九週 看見到這段記載 他們當時 也不認罵亞蘇 他們也不認罵亞蘇 都沒有捏到 反而沒有魚 跟亞蘇出現之後 幫助他們捏到很多魚 各樣問他們 將來 不認罵 然後 他們軍隊亞蘇 這一段 相反的情境 又再出現 亞蘇在這個時期 應應援援援 他們坐在這個歐米 亞蘇問他們說 你們怎麼捏到魚 因為他們說 沒有 亞蘇就對他們說 趴忙在前面 他們就這樣做 結果捏到一百五十三個月 後來 亞蘇就邀請他們做火 來吃雜燈 他們捏到一百五十三個月 關於這個縮目的意義 有很多 很趣味的改遍 第一種改遍是 這是當時 世界所有無源的素白 第二種改遍是 這是世界部落民族的素白 也有學者說 這是自己厲害 還是世上 所有不一樣的秘密的素白 但是不疑問 這個素白是代表不一樣的人 為什麼因為福音團片 來踢到魚 輪到獵魚的人 要用什麼樣的方法 才能完成團合音的素白 明星的經文 會帶領我們知道 這個人 拿清楚踢到魚的方法 完成的守護 保守代表